蓝杰英一气之下终于说出了成龙都不敢说的惊天内幕,曾志伟孔婉杰不保是最有应得。 蓝杰英于1984年训练班毕业,当时是最受力胖新人中的顶尖,又警觉五台山,五台山及香港五家电视台和电台,的称号。 但因为剪头发的问题和造型拍先后两次被TV逼血糖。 解冻后,事业大受创伤。然而不幸的是,他又先后遭到不同程度的侵犯,让人心痛。 蓝杰英给大家最深刻的形象恐怕是周星驰《大话西游里的春十三娘》。 这部电影拍摄于1995年,其实这时的蓝杰英成名已久。 小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时代里可怜可悲的罗桂林,却不曾想这个悲情人物成为他一生的写照。 无限无美。 蓝杰英在1984年于训练班毕业,是当时脱手追捧的新人中的顶尖,这个清秀的令人过目难忘的女子。 年轻时,由于他天生力气的美貌而引起大众注意并喜欢,曾有过《禁绝舞台山》的称号。 不过这个称号却让很多大佬寄予,让其负累一生。 蓝杰英接受采访。 到在2014年,蓝杰英事件就曾被媒体曝光。 蓝杰英在接受香港某杂志采访时倾诉曾遭两位大佬级人物侵犯,并且因此抑郁而数次鸽腕自杀。 不过迫于压力,该杂志并未公开两人身份。 曾志伟必谣。 媒体曾就此事采访曾志伟,曾志伟表示两人很少联系,以前曾是好友,无法求证蓝杰英所说的真实性。 蓝杰英记者对话。 近日,有网友曝光了当年蓝杰英采访完整视频,视频中蓝杰英亲自讲述了自己不幸被娱乐圈两位大佬侵犯。 一位是已经过去的香港着名演员邓光荣,另一名则是曾志伟。 曾志伟邓光荣。 邓光荣曾是港台娱乐圈大佬级人物,张国荣、周瑞发、刘德华、黎明等天王级明星都受过他的提携,已于2011年去世。 曾志伟邓光荣曾志伟也是香港娱乐圈的大佬,身兼多职,香港电影金像奖组委会副主席,原香港演员人协会会长,广州市政协委员。 不过该视频曝光荣后恐晚节不保。 成龙也算是香港影坛的大哥级人物了,有人曾经就拦截鹰事件问过成龙,但他只说下次有空再聊,看来他是知道内情而不愿说,后公开表示自己迟早会公开,交给律师航冯香,不过要在百年以后。 蓝洁英 可以说蓝洁英说出了成龙都不敢讲不愿讲的话,曾经繁华一时的香港娱乐圈造就了无数明星,但也毁了像蓝洁英这样大有前途的港列女子,毁了那个风华绝代的国家。 蓝洁英 然而风光飞无限,暴影总有时,是时候还他一个公道了。最后,善恶终有暴,祝福吧。